嗨大家,南投八月有个很夯的景点开幕咯 是被称为最美休息站以及全台最美生活聚落的日月丁复合商场 以生活形态为核心,最大的亮点是进驻日系书店和东京人气咖啡厅 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玩,值不值得去吧 日月丁商场就位在埔里的爱兰交流道出口附近 这是位在本洞旁边的停车场,不大,大概只能停个10台车 我们在开馆前一个小时就到了,还能停在第一停车场 这一区如果满了,就需要停到稍远一点的第二停车场再走过来 日月丁的园区,呈现一字形主要分为本洞、餐车聚落和特展三大区块 再停好车往前走,立刻就会被前方的彩色小木屋 以及缤纷的气球装置艺术所吸引 是不是很像电影《天外奇迹》里要飞天的房子呢? 很浪漫又好拍 这里有大型加油站以及电动车充电站哦 加油站后方的区域就是餐车聚落 我们先前往最前方的本洞逛逛吧 普通的白色建筑物在蓝天白云之下格外的醒目 因此被称为全台最美休息站 台一开门,马上就涌入了大批的人潮 游览车也来了 本洞一共有四层楼集结多个在地品牌 位在一楼的日月本家 从门口看起来以为是个展览空间 其实是一家伴手礼店 用展览的形式展示普里山水的意境 他们用在地特色食材做成试剂饼 礼盒的摆设也像是艺术品一样 蛮特别的 二三楼是来自东京涉谷的人气咖啡馆 用早午餐作为基础的菜单 将传统的日式餐盒结合西式餐点 打造南投限定的菜单 从咖啡馆转角看出去的视野很辽阔 可以看到整个餐车聚落 二楼的另一边有招务茶庄和友谊帖 中间的观景台可以看到国道六号和辽阔山景 拍起来很美呢 友谊帖是一家草本的农场 制造出草本茶、草药、清浮精油等商品 由内而外的保健让人更神清气爽 在店里有一个有趣的互动装置 是台湾特有的药籤文化 是台湾特有的药类文化 我也来抽签试试运气吧 到南投只能不喝红玉红茶 招务茶庄是南投的在地品牌 主打鱼池香的18号红玉红茶 除了贩售茶叶以外 他们也把红茶加到很多甜点里 例如红玉蛋卷、饼干、爆米花等等 在二楼的楼梯间发现了一颗橘红色的大球 原来是阿尼斯特 在二楼厕所的附近有个惊喜制造所 原来是纽蛋区 三到四楼则是鸟屋书店、日月丁店 这是他们在台湾第一次跨出都市 成为第一家进驻于国道补给站的书店 这里除了有丰富的书籍 也有许多台日办手里可以选购 日本的人气选物店也在这里设有专区 有各种的日本进口食材、调味料等等 最特别的是有各种独家限定的商品 例如各种日本精量可乐品牌 在书店里还有一个宽敞的休息 以及阅读的空间 我们要离开本栋前往餐车聚落咯 三岩狼餐车聚落 有八家在地餐饮品牌 化身为餐车限定店 来自日本的茶茶小王子 抹茶冰淇淋是他们的招牌 文武茶星他们的设计起源 是以文武庙的孔子关羽为主角 提供创意饮品 香星实验室也来咯 红茶面包搭配烟熏培根或牛肉最经典 这家来树咖啡 原来它是中油自有的咖啡品牌 这里还有走香蜡路线的喜串串 从餐车聚落往前走 就是特展区了 现在是弗拉格及阿尼斯特的展览 现在是弗拉格及阿尼斯特的展览 这里有可爱的充气装置 等着大家来找他们拍照 可爱的弗拉格是日月丁的吉祥物 它是一只热爱慢火放松的可爱青蛙 户外休息区是以普里花卉为元素 布置了不同动物区的网美花墙 供大家拍照 整体来说日月丁很适合作为前往日月坛或清静的中继站 可以加油充电逛逛拍拍美照吃吃东西 但本洞的空间比喻起来的小 刚开幕人潮很多 停车购物要有排队的心理准备哦 休息够了我们要去铺里吃吃喝喝 在清静住一晚吃吃到地的云南料理 第二天一早一起去荷欢山武岭吹吹风 老英格人的午餐CP值颇高 喜欢我们的分享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哦 我们下次影片见 我们下期再见 linen大会有很多汁 我们下期再见 有很多汁爱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